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们填海造地总共创造出了78平方公里的土地 相当于再造了一个香港岛 但填海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当我们把视线移到东部 你将看到一片特殊的建筑 这是全港最大的二级污水处理厂 但在寸土寸金的香港 它却占据了约等于39个标准足球场面积的黄金地段 要是能把它搬走就好了 但搬到哪里既不占地又不影响周边居民呢 答案就是视频开头的那个巨型岩洞 事实上 这并不是香港第一次把建筑搬到地下了 因为这里简直是开挖岩洞的天选之地 香港80%的地表都源自岩浆活动 包括喷出地表后形成的火山岩 以及在地壳内部形成的花岗岩等等 它们大多由炽热的岩浆冷却结晶而成 因此质地坚硬 结构致密 坚实且稳定的地基 加上广布的陡峭山地等因素 让香港一半以上的土地都适合开发岩洞 为此政府规划了48个策略型岩洞区 其中就有与沙田污水处理厂仅仅一合之隔的女婆山 然而 要容纳规模如此巨大的污水处理厂 我们必须开启一场移山计划 创造出一个200万立方米的超级岩洞 这是一架C919客机 这是我们要造的岩洞 看起来也没多大 但实际上我们要造的不是一个洞穴 而是由七纵四横十五个洞室组成的超级岩洞群 其中单个洞穴的最大截面积就超过了900平方米 那么第一个问题来了 这么大的截面是如何造出来的呢 挖掘机 太慢 顿勾机 太小 那只能用最传统的方法 炸 于是中国建筑的工程师们派出了两台被称为珍宝的智能造烟台车 他们拥有哪吒一样的三头六臂 臂上安装的传感器能够实时采集数据保证钻孔精度 只要三个小时就能又快又准地钻完200多个洞穴 钻孔完成后工人们在洞穴中装入炸药检查 彻底硬爆 这就是所谓的钻爆法 不过一台珍宝最多只能钻到13米高 并不足以覆盖最高达32米的截面 既然疑似不够 那就多炸几次 分区域爆破 整个炎洞群总共需要2500次爆破 在洞外却几乎听不到声音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关键就在于炸药引爆的方式 炮孔中装有高精度的延时装置 通过控制每个炮孔的延迟时间 让它们按顺序依次起爆 这样一来 震动波就能错峰叠加甚至抵消 从而将原本剧烈的集中爆炸 化为连续的微小爆炸 再配合隧道入口的防爆门等隔音设施 就能将爆破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化为无形 但此时 工程师们将面临第二个问题 这么大的空洞 怎么才能保证它不塌呢 或许可以让岩石团结起来 首先登场的是 掺杂了纤维的增强板混凝土 人们将它喷射到爆破后的岩石表面填充裂系 接下来登场的就是作为灵魂的毛杆 它们负责把内部的岩石串在一起 利用岩石间的摩擦力保持稳定 这就是喷毛之户 通常情况下 喷毛之户只能作为零石结构 但工程师们想到了一个巧妙的办法 它们在毛杆外围套上塑料管 拧紧后往管内注入水泥沙浆 这样就能形成两层防腐蚀的保护层 随后再次喷射纤维混凝土进一步加固 从而将临时之户转化为永久之户 相比还需要钢筋网等结构的传统陈器 大大简化了施工序 但你有没有想过200万立方米的岩洞 就意味着我们要转移200万立方米的山体 这么多的岩石 有没有比直接倒掉更好的处理方法呢 当然 中国建筑的工程师们 就选择将它们重新破碎成骨料 再加工成混凝土回收利用 除了回收利用岩石 它们还采取了将柴油机械 更换为纯电动机械等措施 大大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至此我们已经宜山开洞 创造了亚洲最大的民用岩洞 但宜山还不够 我们还要创造一座完整的地下工厂 这是香港第一座位于岩洞内的污水处理厂 和地面上的污水处理厂类似 它同样需要经过物理筛除 生物处理 最后沉淀消毒等工艺 才能化着围青 但在生物处理的环节 情况却有所不同 这里添加了一群微生物 它们以有机污染物为食 在原本的露天污水处理厂里 这些微生物都在水中自有的游荡 但在岩洞污水处理厂里 人们加入了这些输松多孔的塑料载体 给微生物提供了更多的落脚点 再加上其他各种方法 新的沙田污水处理厂 只需要原厂一半的占地面积 就能高效处理全港十分之一人口的污水 在污水处理之外 如何解决岩洞内的通风问题 同样重要 为了降低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人们在女婆山的高处建造通风竖井 并利用一条660米长的通风坑道 与岩洞群相连 继续向内有大约4500个预制舰 搭建了通风管廊 则负责岩洞内的空气流通 这样一来 即便深入山体积百米 也能自由呼吸 再加上排水管道 通风大楼等附属设施 以及工业传感器 智能手表 5G和WiFi网络等 打造的安全智慧工地系统 以及为施工车辆专门设置的 临时行车天桥等等 最终在香港渠物署和众多机构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才能将这座香港最大的二级污水处理厂彻底搬入地下 当它完成搬迁后 原厂只释放了空间 可以为香港提供28公顷的新土地 点亮一片新的万家灯火 到那时 当这片新土地上的人们向窗外望去 他们或许不会将浮面的清风 清澈的水流 和对面那座静默的青山联系在一起 因为不被察觉就是他们最好的存在 中文字幕提供 即使这个人们还没用 空间的行为 便利详细